另外還有在5月1號 習近平是附信了塞爾維亞的鋼鐵廠的職工 表示你們用辛勤勞動使鋼鐵廠發展日新月異 為中塞鐵桿友誼續寫新篇 我為你們點贊 那麼在塞爾維亞官員也表示參與共建一帶一路 促使塞爾維亞的整體發展 同時呢 我們可以看到在匈牙利的部分 在匈牙利呢 也是一樣喔 針對這個一帶一路的部分 匈牙利可以說是歐盟國家當中最積極擁抱一帶一路創業的國家 它是第一個簽署合作的文件 而且其中最大投資來源就是大陸 我們請教亮哥 其實這次去匈牙利 還要在匈牙利投資一個汽車城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代表一個姿態啦 就是除了林德時代來投資電動車的電池之外 我們也可以來歐洲投資汽車製造廠 所以中國汽車業的崛起不是中國要自私享有全部的利益啦 他也願意跟歐洲來共享 比如說他在歐洲就實質地創造就業 創造GDP嘛 那個匈牙利主要是這個議題啦 那重點當然是法國啦 法國 其實剛剛大謙講到那個 習近平希望歐洲能夠更獨立自主啦 尤其是法國嘛 因為他是聯合國武昌啦 其實坦白講法國也有求於中國啦 所以我覺得中國是判斷了一個時機點 十幾點就是7月26號你要舉辦巴黎奧運啦 那你非常擔心俄乌戰爭沒完沒了啊 不是啊 你如果7、8月還在打啊 那會發生什麼事 沒有人知道啊 那比如說對馬克宏來講 當然最好的狀況是 俄羅斯跟烏克蘭都能夠來參加奧運嘛 他有提出來要停戰 所以嘛 就是7、8月停戰嘛 那這個沒有中國來幫你 你怎麼弄嘛 怎麼合 因為美國怎麼可能幫你搞這個 所以最可能幫他忙的就是中國嘛 那我覺得法國也是有一點 就是事實上習近平主要是回訪嘛 可是這個時間點的選擇啊 基本上是雙方都有經過戰略的計算 比如說為什麼是5月 因為726號要辦奧運啦 要趕快處理啊 那第二個就是 法國也要藉由中國 來表達他對美國的不同意見 所以他把馮德萊恩找進來事實上是 我覺得這個汽車的補貼 那個小議題啦 比如說找馮德萊恩進來辦黑臉 講一講汽車補貼的事嘛 可是這個法國早就處理完啊 因為你這個議題到歐盟是不會過的啦 因為德國反對嘛 所以中國非常清楚啦 找馮德萊恩來沒關係啦 找他來啊 可是法國一定也會跟中國聯手 來表達跟馮德萊恩不一樣的意見 大家有自己的盤算 他就是老狐狸嘛 這個馬克宏就是個老狐狸啦 可是相對於中國他是小狐狸啦 你知道吧 所以就是說偶爾也要讓他演一演 可是他知道他的大利益啦 大利益就是我也要有獨立自主的部分 那我跟中國有部分是有共識的 比如說 法國事實上現在想要恢復華為啊 這個絕對美國反對的啦 那他為什麼要做 馮德萊恩你就在我面前啊 你就聽好啊 你是臥底的嘛 回去報告美國啊之類的 我就想跟你聽 那可是又借馮德萊恩來跟你講 汽車補貼的事 所以是 可是重點還是跟中國交集的部分 我覺得交集的部分其實蠻多的 比如說 習近平來之前 法國已經跟中國簽了 南太平洋島嶼跟中國南部戰區的合作協議 這個美國是百分之百反對的啦 他擺明的就是拉中國到南太平洋合作 對抗你美國跟澳大利亞 誰叫你都不理我 柴油潛艦本來要買又不買 AUKUS也不邀請我對不對 那我就把中國拉進來 我覺得馬克宏很會玩這種政治啦 那事實上中國也期待他 因為他的偶像是戴高樂 所以中國大陸也很聰明啊 找了戴高樂的孫子在中國發言啊 因為那個人是中國迷啊 他是一個藝術家做攝影的 那就是再重新提起戴高樂這個話題 就是戴高樂讓法國變成獨立自主的國家 我跟你講 戴高樂的時候讓法國退出北約 不然你那個整個軍事系統就被美國控制啦 當時在建立 共同防禦系統的時候 就是指管通勤要交出來的時候 法國拒絕參加 結果他就建立了獨立的情報系統 獨立的軍工產業系統 如果不是戴高樂法國哪有今天啊 所以我覺得 中國大陸是有意無意啦 在鼓勵你成為第二個戴高樂 那也會去凸顯說 當年中法是怎麼建交的啊 戴高樂獨牌綜藝啊 提醒你一下 美國給他多大的壓力啊 他就是跟中國建交啊 那就希望 希望你能夠趕快長大啦 之類的 因為馬克宏講的語言都是戴高樂式的語言 可是他眼高手低啦 他講了很多這種話什麼 我們歐洲要建立獨立的國防啊 講得好大聲啊 嚇死人了 你做啊 你做啊 想做要做得到嗎 中國樂見啊 中國樂見啊 你做嘛 然後歐洲要成立政治共同體啊 有別於北約啊 很好啊 你做啊 希望你說到做到 當然他不會這樣表達啦 不過就是說 他就是 一心想當第二個戴高樂 可是沒那個膽啊 你知道吧 所以你的膽識還不夠嘛 你去看他的國防預算你就知道了嘛 國防預算 才剛剛接近GDP的2% 你要當什麼戴高樂啊 所以我是覺得 我覺得習近平是要帶給他信心的 就說 你獨立自主啦 我們支持你獨立自主啦 事實上我覺得中國大陸大概也不奢望 中歐投資協定會過了啦 因為歐盟已經變成太複雜了 歐盟這28個國家 美國至少可以影響個5個嘛 你怎麼弄啊 所以他就 多搞雙邊嘛 就是搞一些 比較有分量 然後對中國有一定程度的善意 那雙方可以做更大的交流的 中法貿易不到800億耶 中德貿易2000億 中俄貿易2400億 所以你就知道空間還有多大 那 我覺得法國也不會客氣啦 那我覺得中國也不會小氣 可能直接就給他 好了讓你化妝品更多進口啦 讓你這個農產品進口 口號都喊出來了 從法國農業到中國餐桌 口號都喊出來了 那還有空巴的訂單會增加嘛 然後 法國的核能系統 核能集團 一定會跟中國的廣合作合作的啦 還有比如說航太系統 所以我是覺得中國大陸 一定會給他禮物的啦 他就是希望勇敢一點啦 站起來 加油吧 站起來 要玩真的 不要只有嘴巴講 要起而行啦 有成長的空間 想想帶爺爺啦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宇 你知道肌膚年齡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膠原蛋白流失速度 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來自於內在 十幾年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兩千巴爾頓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屬 洗藥檢驗 SGS檢測 全過關 品質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erisol 女神專用 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 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 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劃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更多的 額外優惠折扣囉